我说过偶像剧了 然后他那个时候 我就导演就说 你要跟你哥哥吵架 你一定要真给他来 就是真来 就是不要说想要吵架 想要凶又不敢凶这样 因为他真的好高 他一米九多 就是然后又撞 然后我在他面前 我就完全感觉凶不起来 但是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 他说弟弟 他说他就叫我弟弟 他说弟弟 你要既然我们要吵架 你就真给我吵架 你要冲我大喊 你就真的冲我大喊 哪怕口水喷到我脸上 都没有关系 你喷了吗 我就好 然后结果我没有喷 他喷到我脸上 好乖 后来对以后来你吵得 吵得很投入是吧 很投入 你那场歌打吗 有 他打我 他打你呀 他打吗 他假打但是有滑到 真的 那你后来想踢他一脚 没有 不是 不是因为他是我哥嘛 就是我演的还是一个 非常非常 就是有教养的孩子 不是我哥没教养 就是他怒气不争 然后他觉得我经常在干一些 他觉得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 没出息的事 对吧 对然后所以他就打我 就是 胸脏如腹 对 对不对 未曾在还有一个方面 我觉得他做特别好 他对奶奶特别孝顺的 奶奶 奶奶从小带你长大 对吗 然后你还会给奶奶做饭 对 自己烧胡了的饭吗 不是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粘人 然后我比较粘着奶奶 然后奶奶做饭做得很好 然后她是湖南人 然后她就会经常会 给我做很多好吃的 比如说梅菜扣肉 红烧肉 那我就觉得 为什么奶奶做的饭这么好吃 我就想要知道 到底有什么奥秘 她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然后每次奶奶在那炒菜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 没有说现在什么静音的 什么抽烟机 那些那个时候都是排气扇的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 我就偷偷地跑到奶奶旁边 然后奶奶就在那炒菜 我就在一个人在旁边 偷偷地看 偷偷看 然后突然奶奶 回头拿一个什么东西 就打到我 她根本没有发现 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就 看看看看 然后就看得多了 然后慢慢就知道 炒菜先放油 然后放蒜苗 炯锅 然后放东西下去炒 炒 零出锅的时候放盐 这些 你最拿手的是哪一道呢 什么你们怎么知道的 烧鸡 烧鸡啊 土豆 就土豆炖 土豆烧鸡你们都吃过了是吧 什么啊 做梦的吧 没有有一批 有一批人吃过的 真的吃过 真的 对 从来我家 你款待自己的粉丝 手战下一次 土豆烧鸡的时候 麻烦你后面排队 拿个小碗 我还有终于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你已享受做偶像吗 偶像未成你喜欢这样子 喜欢 超喜欢 但是我记得好像刘德华有一次不无伤感的说 说我演了这么多电影唱这么多歌 我觉得我应该算实力派了 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归于偶像派 他们觉得有一点点伤感 和好像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一直觉得 就是偶像跟实力 现在的划分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我觉得具有实力的人 他往往也具有华丽的外表 那他具有华丽的外表 同时他也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内容充实他这个人 然后所以我现在没有觉得 到底你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你会有华丽的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